嗨,大家好,今天我要为大家示范一个火锅的底料 这个是好人家牌子,老火锅的底料我之前在网上买的 有些时候在家想吃一下火锅又不想出去的话呢 这个就非常的方便了,我们大家示范一下吧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东西给化开 我就觉得吧,这是麻辣的 这个应该是spicy,应该是麻辣的吧 在我打开之前呢,我们先闻一下 这个味道呢,就像你去吃麻辣锅那种油油的 还有辣椒啊,那些什么泡椒之类的这个味道 我们把它打开 嗯,这味道就越来越重了 嗯,快进去 那你现在你就看见了有泡椒 有那个叶子,还有那么多的油 我把它先开锅吧 我刚才就包了一壶水,我们把那个水就浸一半下去 这样等五分钟呢,我们就可以刷牛肉了 两分钟过去了 我可迫不及待的想开一下 看一下里边是怎么样的 哇,沸腾的水 你看又香,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再让它融开一点吧 五分钟也到了 五分钟也到了,咱们开锅吧 废气腾腾的 那个香味呢,跟外面的麻辣烫 或者是麻辣火锅没啥两样 就像在馆子里 去洗菜吧 菜洗一下,鱼蛋洗一下 牛肉涮一下,我们可以开锅了 这个火锅底料呢,是在亚米网买的 我们下面有个邀请连接 如果你注册成为亚米会员 即可可以获得500个积分 当你成功完成首次订单后 我们也可以获得500亚米积分 相当于5元,可以买好吃的 谢谢支持 快去注册吧 拜拜,下次见